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大概四五天前东章西望的报导 讲一个C-Line的卖货直播主卷款潜逃的事件 其实关于骗图骗钱这些东西 可以说是这个月所围绕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这次这个骗图 你不计J-PAS 幕后搭鸡棚的老板的话 这一个直播主可以说是井仔 这这么多年来的人生 见过一个最厉害的骗子 厉害不是说他能骗多少金额 其实他终归骗的金额 肯定不及J-PAS那些那么多 但是他有铺牌地把身边所有的人 骗爆借爆并且走路 可以说是从结果论去看 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因为通常骗徒是说 例如说我J-PAS 我只是骗观众而已 我不会再骗身边其他人 又或者想不到其他方法 如何再利用身边的人 但是这个直播主 是真的超级不得了 他除了就像骗徒常见那样 骗观众之外 他是骗帮自己工作的员工 然后他作为一个卖货KOL 连他的供货箱他都骗不得了 甚至乎他所租住的屋也骗业主 然后他用来直播 用来摆货的货仓单位 也骗别人 所以在我眼中 这个骗徒是无比利害的 虽然金额不多 但是他真的可以说 用尽全身边一切能够欺诈的资源去欺诈 其实这一件事 是令我看到眼睛都凸起来的 所以这个故事 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这些故事 我自己都真心觉得 能人所不能 去到最后 也会有第二个话题 提醒一下大家 其实现在有人用大众书局的名字 去搞诈骗 我自己见到有些人 似乎信了 顺便放在后面提醒一下大家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隔离小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直播大货这一件事 在国内就相当流行 近年在香港也有不少人效法 成为直播大货主 不过最近爆出 有一位香港的直播大货主 涉嫌诈骗 利用观众的同情心 去换取货品的订单后 就消失 事件有近过百名的苦主 是无法取回自己已经购买的货品 一共损失了超过一百万 这个直播主的网名叫做 馮·Dd 其實你没听过我都没听过 我都是上网 Robert 看才知道 哦 原来有个老婆叫做馮·Dd 即是可幸好 幸远他平次不算出名 古现时都不出名 比較多 兽验人数是过千 金鞋们过一千万 涉嫌者的直播主 他的头发跟样貌不出现 而且直播预パ모非常不大 甚至可用较小 但是她有一個賣點 就是用溫情吸引一眾客戶 因為我說過她是主婦 她在直播時會跟她老公和三位子女 等於一家五口一起進行直播 由於不少客人見到 你全家都在直播上 甚至是曾經透露子女在哪裡上學時 令客人們認為 說這個直播主是一個可信之人 以及帶動同情心 說我光顧她間接等於助養三個小朋友 所以自己又買到貨 又可以幫助別人的小朋友 開心開心 所以就多些去光顧支持 其中一個苦主徐小姐就說 她由去年開始去光顧直播主 在平台上會買多些保健品 以及說以往直播主賣的保健品 確實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直至去到今年的6月7月 發覺這個直播主有問題 當時是曾經多次出現 遲出貨的情況 要在多次趨速之下才派貨 還有派貨後 那些貨都不齊 徐小姐可以說是苦主當中 被供應是買得最多貨的客人 這個直播主一共拖欠了 徐小姐總值15000元的貨 直播主以往就會說 供應商沒有貨 所以先拖著你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最慘的苦主 都是不見了15000元 所以就是 幸好她不出名 幸好那些金額 其實不算太多 最多那個才是15000元 其他那些可能就 15000元 但是有時候少數怕長計 好了繼續看下去 有一個今年年初 就開始光顧的客人 就叫做Annie就說 自己同樣都是被這個直播主 在三到四個月之前 就不斷拖貨 例如說一些鞋 茶子油 手袋 至今就仍然未收到 損失了4000元 另外供貨商也接受訪問 因為她也是苦主之一 供貨商的何小姐就表示 這個直播主 其實一向都有拖數的問題 由6月至7月 就曾經向她追 大概一萬多的貨物的錢 這個直播主就提出 分期還款 其實也很奇怪 你做生意 一萬元你都要分期還 但是你的客人 和你買東西的時候 是直接轉數快 什麼什麼什麼給你 你就即時收到數 你用什麼要分期還款 還有當一萬元都拿不到出來的時候 很明顯 就已經是有個問題 不過最後她提出了分期 你都不能不接受 你說不接受 別人就能給你錢嗎 只不過之後 說就說分期還款 但是從來沒有準時還款 甚至去到最後 是直接走數 之後再有另外一個供貨商 叫做JL 她就說 曾經給了一些 來自馬來西亞的咖啡粉 去買 但是直播主 已經是賣完咖啡之後 都還沒有去找回數 估計就是說 即是虧款一萬元 還有去到最後那次的時候 又是說 那直播主原來是直接賣白頭片 即是說 我還有一整噸咖啡粉 大家給我買 但是原來根本沒有向供應商拿貨 那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即是錢收了 但實際上連貨 都還沒有拿 那這裡就已經是騙了供應商 再騙了自己的觀眾 然後大家發現這個人 在8月19日 即是其實都不太遠 大概一個月之前 做完直播之後 就突然之間 就退出了那些粉絲的WhatsApp群組 甚至乎是說 連直播平台都刪除了 然後大家才愚夢初醒 之後供應商 就再自己開設一個苦主群組 連同這個直播主的助手 亦都成為了這個苦主群的管理員 起初有不少人就覺得 喂 不是啊 你身為助手 你也有可疑的 喂 你幫他做事 是不是你都騙了我們一份 你現在是不是假裝苦主 其實是來監視我們 這樣 結果殊不知 原來這個助手 即是我幫你做事 我幫你剪片 幫你出片 原來你都要騙我 攝氏直播主的助手 叫做Lulu 他就說 自己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已經是這個直播主的熟客 並且在今年的3月 就開始幫他工作 原本就說好了 18000元一個月 但是從來未試過是 準時收足人工 另外還有 如果單計工資 就已經給這個直播主 是拖欠了4萬多元 還有這個叫做 馮滴滴滴的直播主 是經常要求助手 Lulu 你幫我給先 這條數你幫我給先 遲些給你 亦都試過 因為有些和粉絲的慶祝活動 需要去預約酒店房間 直播主每次都要求助手 你幫我給先 所以連同剛才的4萬多元 拖欠的人工 還有其他欠款 直播主一共拖欠助手 Lulu 是7萬多元的 最壞的事 大家不要以為Lulu 沒有了7萬多元 算數 想不到Lulu 在直播主 失蹤幾天之後 他自己是收到 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 原來直播主 是用了Lulu的個人資料 去借財仔 然後其後 助手是因為去到財仔 所以要去警署避案 然後也有供應商爆料 原來這個直播主 曾經盜用了人家公司的地址 並且無認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再分別向三間財務公司借錢 接著那些供應商 是收到來自財仔的追債信 接著 去到這個時候 一眾的苦主也爆出 原來自己也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就說 這個直播主很喜歡 單獨去PM 即他們的觀眾 即單獨去WhatsApp你 就說 我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 希望你可以借錢給我 又或者你容許我 遲些出貨給你 接著這個直播主 亦經常在直播上 表示自己遭人攻擊 令更多客人 同情他的遭遇 其實新聞未讀完 不過在這裏也要停一停 其實關於網紅直播主 說自己被人攻擊 我的台就來玩完了 其實我也有拍過類似的影片 但我不是真的假裝 不過很幸運 今年可以說是甚麼危機都沒有 上年也沒甚麼危機 不過說 開台未夠一年的時候 那時是因為 我經常去得罪黃絲 即是去挑戰黃絲 最終被黃絲打到我的台 真的那時差點就來收檔 其實很簡單 每個人都可能真的會遇到攻擊 只不過就是 我遇到攻擊究竟我是狼來了 還是我真的拿出真憑實據 去證明給你看 我真的被人攻擊 我台有甚麼不尋常 我在後台收到甚麼E-mail 我家人怎樣怎樣怎樣 我自己怎樣怎樣怎樣 要有證據才能相信 但有很多沒有人認識的直播主 甚至乎有四十多萬訂閱的人 經常說 本台緊急通知 緊急停運 這一招就玩了十幾次 即是每一次 Youtube片的Cover Photo 是說紅底 接著八字就說 本台緊急通知 隨時停運 但玩了十幾次 那台都還未停 在這裏就要提醒一下各位觀眾 如果你已經開始看到 有些網台經常有些囊來了 經常在說謊的行為的時候 如果你說向那些網台去進行購物 甚至乎進行投資的話 大家要知道 因為現在全世界可以說沒有了疫情 你要去搭飛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如果你不需要執拾世縣的話 你拿著銀包 或者銀包都不用拿 你拿著手機 兩個小時內就已經去到機場 可以飛去其他地方 對於一些已經是居無定所的人來說 就算我騙你一百萬 騙你一千萬也好 我轉過頭飛去日本 飛去南航 你追到我嗎? 你追我不到 所以在這裏就要提醒各位小心 網台會被人攻擊的 真是時候發生的 但如果你發現 既然有些人是經常已經拿這件事來 即是籠內料 吸收視頻 博同情騙錢的話 其實你要開始對這些網台 是要有戒心 即是他向你去銷售什麼 賣什麼 賣什麼 賣什麼服務 你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荷包 因為財到光棍手 一去沒有回頭 還有大家都看到 連陳怡 她聲稱自己都去到日本的時候 你想想其他人要去日本 要去韓國 是多麼簡單的事情 對吧? 這裏就叫做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些人仍然聽不明白我講什麼 那就沒辦法了 我自認講解能力 隨著這兩年來講 都已經上升了不少 但如果還是甘心要被人騙 那就沒辦法了 好吧 繼續跟進下去 供應商何小姐說 更加收到直播主 發了一張照片 其實直播主在搞喪事的單據 貼了這些單據之後 就說想向觀眾借錢 以及想向供應商借錢 不知有多少人中了招 這方面 節目上沒有做一個完整的統計 但我相信幾千都應該會有人願意借 但其實也很不合理 你想想 不是每個拍片一定會發達 但你拍片賣貨 你的貨賣得不錯的話 正常來說幾千元就應該不是錢 當然 你看到我這些從來沒有貨賣 所以就沒有貨賣 那我這些就真的可以喊窮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賣 例如賣本書 賣你100元 然後自己代50元 那樣沒有 我的錢基本上就是 可能每四分鐘彈出來的廣告 以及你每個月支持我10元那種 賣貨對於直播主來說 是最容易發家自負 亦都是最容易賺錢的一種途徑 因為坦白說 YouTube 即是你見到那些廣告彈出來 其實是說 我猜應該一個廣告可能一毫子都沒有 應該是一兩仙左右而已 所以你都可以計到究竟那個收入 即只是看廣告的收入是多少 好 繼續說下去 無線的節目組曾經去到直播主 用來存放貨品的貨倉 看到門外被貼上一張 由土地審裁處發出的通知書 相信這個單位是因為欠租 所以需要被收回 接著當節目組上去的時候 剛巧撞到業主代表黃小姐 黃小姐說直播主由第一日開始租用單位的時候 已經沒有準時交租 曾經在8月16日去催直播主交租 隨後才發現她已經失蹤了 合共拖欠了3萬元的租金 3萬元究竟是2個月還是3個月的租金 不得而知 接著節目組亦去到直播主所居住的大廈 在大廈門外同樣是貼有業主申請收回單位的法庭訊之外 更加有財務公司向直播主的丈夫追討欠款的告示 接著那個單位是聽不到任何人聲和動物聲的 新聞其實就來到這裡 很想說這個直播主她的騙術極度高明 第一她是說所有人都騙了 騙完觀眾之後又請個人回來 再騙了她再拖樑 再借別人的名字來借錢 接著別人做供貨商的時候 你又騙別人的貨 再騙別人的公司名字去借錢 你想想這件事多厲害 接著還有她租別人的單位又不給租了 如果她夠膽偽造文件她隨時拿別人的單位按出去 還有這些人她很坦白地跟你說 我小朋友在哪家學校讀書 但有什麼所謂呢 因為畢竟她整家都離開了香港 只要我不讓你知道我去了哪一個國家 究竟在哪一個國家那裏落根 自己小朋友在哪裏讀書的話 我讓你知道我小朋友以前在香港那裏讀書有什麼意思 因為這些人很明顯是有鋪排的 她能夠搭一個這麼完美的蜘蛛網的時候 不會是說這幾個月突然之間發生財困所以走路 這些人甚至乎要安排走路 即是叫做安排移民的話 隨時就是她的直播生涯可能是19年開始 可能是說19年的時候她準備移民之前 她就是要在香港那裏盡情去掠一筆大水 所以就走了 剛才跟大家說的那些是那些苦主自己分享的 甚至乎我在想 她既然連別人的身份她都借爆了 沒有理由她自己和她老公 沒有可能是不會去找銀行或者財產去借爆的 是不是 而且好像這些人都預了斷六親 所以我相信她除了自己直播主的身份之外 其他的親朋戚友 甚至乎中學老師、大學老師、幼稚園老師 應該能夠借爆的人全部都是借盡了 其實這個人是很瘋狂的 你很少看到有人是完完全全是利用了身邊所有資源 即是你說這個世界有沒有騙子? 有,有很多 這裡也有一個在 但通常騙子往往是說的 只是專精於一番 例如說我JPASS騙子來的 那我就瘋狂在這裡叫大家 用我井仔QR Code就入金了 有一個什麼優惠的 開個井仔WhatsApp投資群組給你們 即是我最多就是會 只會打擊一班 你想玩JPASS的 你想玩加密貨幣的 那我就騙你了 但是這個人不是 是所有人都騙了 身邊的人都被人騙 租近一個地方嗎? 騙了業主先 哎呀,你借咪給我 想想怎樣騙你先 哇,真是極度極度極度瘋狂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人的事跡 是可以出本教科書去教大家 怎樣去防騙 還有,跟直播主買東西 很沒有保障 大家要知道 現在香港地都是那句 沒有疫情的 你要乘飛機走誰能阻止你 還有,好像這些騙案型的刑事罪行 你不是說老謀 你不是說商人那些 這麼快會截你 甚至乎 在今年香港也有兩宗 是說順利自己搭飛機走 是不是? 有時候這些商業騙案 都是那句 陳怡也說自己去了日本 是不是? 更何況好像這些 可能只有幾百人看的直播主 那樣 人家22萬訂閱都可以走 那你就想一下 是好沒有好沒有好沒有保障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商業是看上去好沒有天理 人家是兇手套白狼 直接騙了幾百萬 甚至乎可能是千多萬現金之後 就安枕無憂 不過幸好 如果單純以觀眾的苦主門 就沒有那麼傷 因為最多那個都是被騙了15000 那15000痛不痛? 痛? 但怎麼都不會說家破人亡 不知道有多少八個師奶被騙了 接著那些功課箱 和他的助手最慘 因為你還要被人借了個名字 去借錢的話 那別人財務公司一定是死女 那你怎麼擺脫這些煩人的收數佬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關於跟那些直播主買東西 KOL買貨 我分享一下一個十幾年前 比較封建的想法 大約在我中學的時候 淘寶還沒那麼方便 即是那些物流和付款方式 沒那麼方便的時候 我真的經常都承認著 就說這些是騙人的 甚至乎就說 別人在內地我在香港 我買些什麼 他幾坨糞便給我 我都沒得追究 我是真的這樣想的 甚至乎我家當時 想著買淘寶的時候 我都勸他就說 不要搞太多了 香港買給貴一點就算了 但好了 時間來到2023年的時候 大家看到 反而你在淘寶買東西 因為別人有一個完善的機制 有客服 又一個叫做好評差評的系統的時候 反而你買東西 你會有更加多的保障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在香港買東西 就算你說地鋪 但別人可能是兩個星期的格子鋪 就算他賣些爛東西給你也好 你哪有得去跟他追究 難道你自己請私家偵探 又查賊又行 你沒可能會給幾萬元出來去查 但是查完別人不會幫你填了一條數 你亦都不會得到你所謂應得的賠償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說在網上的網店買 就算我賣些壞東西給你 就怎麼辦 例如說YouTube Channel 你在下面罵我一句 我可以封鎖你 封鎖你 封鎖你以後看不到 沒有人知道你罵我的 其實相關的功能 Facebook Instagram 其實全部都有這些功能 所以就算你說網店 他賣壞東西給我 就罵他 沒有人看到的 所以很諷刺 有時候是說 反而你在香港買東西 你沒有一個完善的機制去保障你 甚至乎抽水這樣說一句 消委會 如果你有向消委會投訴你的資料 可能過幾天被人放上暗網那裡 所以搞到 在香港買東西很不安心 算你說我好用心上網去唱人 也好 但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會唱得到 因為有時候 雖然你網上可能見到 有些人唱人唱得成功 但是 有時候就是一象功成麻骨庫 其實每天 你隨便找那些什麼Facebook 不知道什麼淘寶苦主群 什麼苦主群 大把人每天都在投訴 其實每天是有千上萬的投訴 所以 就算你是真的中伏 其實別人都沒有那麼容易會知道 也都是說你的投訴 其實未必影響到別人 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和一些直播主買東西 雖然個人來說 就不太建議 如果你覺得那個人信得過 那個組織信得過的話 那就另計 但是如果你發現 別人出貨開始不準時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 以前那些酒樓老闆 或者建築業那些老闆 準備拖你糧 例如說 騙一下這些人 幫我做多三個月的工作 之後呢 我就倒閉走路 又或者酒樓那些 就是說 然後轉過頭就破產 然後那間酒樓 原地轉過第二個名字 再開過 其實很簡單的 總之你見到一些東西不穩定的時候 看看你懂不懂得走 對不對 特別有時候就是 你上班 那居然要你貼錢的 那有時候遇到這些狀況 就大家會心碎 對不對 不過 我不想說到所有人都是騙子 因為呢 有時候 我們藍色陣營都會有人 正路去賣東西 又或者正正路路去搞旅行社 那些 最重要就是 你看回那個直播主 他平時給你的人格和人品 那樣 我自己就沒有去看那個 什麼叫做馮滴滴的直播 不過有些人呢 就看了 就說什麼 這個人呢 本身就以後見蜜 那樣 那面上那些東西呢 我不懂得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 什麼什麼 以後見蜜 那些不太懂了 那總之很多東西呢 就是憑感覺 那可能當初那個 師奶 她就是賣溫情 那就算她的嘴巴不厲害 就算她的樣子不漂亮 但是騙到人 就是騙到人 那樣 總之 有時候這些就小心一點 那如果有些 擺到明古滑仔 那樣的 聽一聲都知道她不是好人 那些 開口埋口 就說 拿幾百萬來我幫你玩基金啦 那樣 那樣 然後 瞬間去日本住 你到其時是追不到任何東西 好了 那去到下一個話題 那 近日就有Facebook專頁 假扮已經結業的大眾書局 聲稱 結業之後 店裡還剩下少量的金融股票書籍 想著 免費送贈給市民 鐵文的留言 就附上一個WhatsApp群組的連結 邀請市民加入 就說 你入了 那你就可以拿到本書 這裏就提醒大家 其實這個是騙案來的 很多時候 你入了這些WhatsApp群組的時候 就會有人去分享一些投資資訊 然後 就是去為一些股票唱高散貨 由於這些騙案禁之不絕 還有開一個專頁太簡單了 你做開熟手的話 三分鐘已經可以開完 所以 社交平台自己也是 剷來剷去都剷不完 唯有勸大家 小心點 就不要那麼容易聽別人的資料 去進行任何買賣 隨時就成為了羔羊 然後可能對面 刺哥跟你說話都還沒頂 好了 然後大眾控股 就是大眾那邊都出來說話 就說 絕對沒有這件事 還有 亦都是就著這件事報警 大家小心 就不要說貪去拿別人的書 之後 順便就成為了別人的糾菜 為什麼我會故意說一下呢 就是因為 我看到有些我們正常的WhatsApp群組 有人在傳 開始有人信以為真 甚至乎有些人在想 有些什麼金融書籍選擇 所以就提醒一下大家 除了那些什麼唱高散貨 我亦都會跟你說 用我這個特別的應用程式炒股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人 那麼容易被人騙的 但是 一旦如果有人被人騙的話 通常一騙就是騙了半副身家 例如幾十萬 或者幾百萬 這樣 我不希望這件事 再次降臨 因為之前東張西網都有賣過 有三個苦主 總之大家就小心一點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拜拜